外形亮丽的Vanessa上大学后就加入打工社群 没想到一次接了活动showgirl工作 却遭到当时的男性主管性骚扰 让她至今仍留下阴影 同样遇到性骚扰的Chelsea 则是在餐厅打工时遇到可怕的客人伸出弦猪手 尽管当下装没事之后还是选择离职 那个时候我在帮客人点餐 然后点餐的时候 就是我在客人的右手边 然后他就是我在点餐的时候 他就一边摸我的大腿 然后那个时候我点完餐 就是当下我就马上后退 然后我就装没事 后来我就跑进那场跟老板娘讲 就是他要摸我这样 然后老板娘就说以后不要让我接待他 因为他是常客 很不舒服 就是那几个月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后来还有一次是 他在我耳边吹气 就是讲说叫我要乖 或者是就是想要保养我之类的话 然后我就辞职了 就是没多久我就辞职了 我在那间餐厅总共工作两个月 就是暑假而已 然后后面的话 还是有遇到一些可能男客人的骚扰 或者是同事 但是我自己的方式就是直接拒绝 或者是跟他说我不喜欢这样子这样对 然后我觉得这不需要隐瞒 就是被性骚扰或是觉得不舒服的话可以直接讲不需要隐瞒 他会要我们在外面发传单 然后可能成效不太好的时候 他会贴到你耳边跟你说 你们这样发有点太慢了 但是会靠很近 就是会让你有点起鸡皮疙瘩不舒服 后来就没有接过类似的工作 但是他有邀请我说 要不要再去参加其他的展帮帮他工作这样子 但是就是因为有过一次经验 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点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又问我说 如果我付你钱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吗 就是很不舒服 会怕了 所以不太会感接这种工作 我所算他实心很高 但就会不感接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15.3%的受访学生坦言 在打工时曾遭遇到程度不一的性骚扰 而遭受性骚扰时 超过六成采取隐忍妆媒试 只有不到三成当场表示拒绝 性骚扰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权力不对的 那也有一些加害人会看着说 学生因为还没有社会化这么完全 可能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 所以我们这次调查结果也发现说 其实有6成3的人都是选择隐忍妆媒试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沉默螺旋 也导致说加害者可以更恣意万为的 继续做加害的行为 因为可以调查发现说 其实只有7成27%的人 他表示会当场拒绝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部分学生又是比较资浅的 大部分遇到的人都是比他资深的同事 或者是权力较高的主管 或甚至是高层 所以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情形可以推论到说 学生尤其在职场上 特别容易遇到性骚扰的情况 我们会建议说第一步 当然是先从自己的公司内部 跟高层做反应 但假设说公司的作为是比较消极的话 建议可以直接向行政机关 公价单位去做申诉 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假设说学生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你也可以找学校相关的辅导单位 去请求老师的帮助 或者是跟你的亲朋好友诉苦 让比较年长的人或是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 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做 捍卫自己的权益 即使职场性骚扰延烧至今 却并未动摇学生的打工意愿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 73.5%的学生表示 属其有打工计划 但是职场性骚扰最近新闻飞飞扬扬 有没有影响到学生打工的意愿呢 这次调查结果发现说 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学生他们打工的意愿 最主要的原因来看 有高达7成4的学生 还是选择会在这个暑假打工赚钱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没有课业压力 再来其次是因为暑假时间很多 可以弹性的排班 那有些人可以希望透过打工 来累积自己的第二个专业技能 也认为说在暑假这段时间 工作的机会是选择比较多的 而且时薪比较高 待遇也比较好 这些就是打工的原因之一 调查也指出 今年学生熟悉的打工类型 前五名是餐厅内外厂 行政文书处理 补习班助教行政 饮料店工读以及家教老师 预估暑假期间 单月可进账19,858元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导